台南的限速政策從二零零二年開始推動 環保署公布二零三零年完全 競用一次性的塑膠用品時程表 不過在世界各地的減速中 歐盟決議二零二一年 印度是預計二零二二年全面 競用一次性的塑膠 我們減速開始的早 但是競速的時程設定的卻比較晚 到底為什麼呢 來看我們的深入報導 佔了地球面積百分之七十的海洋 是生命源頭 但面對人為破壞 大海逐漸變成垃圾場 我們一年八百多個 每個人平均八百多個 所以我們平均每個人 每天消耗兩到三個塑膠袋 限速政策從民國九十一年開始推動 用法令分階段限用塑膠袋 年洗餐具 手搖杯以及吸管 海龜壁孔內插入了長達十五公分的吸管 觸目驚心的畫面迅速傳播 也成為全球各地禁用吸管的轉捩點 搭配了環保署針對於素食業者 針對於內用不得提供塑膠吸管這樣子的議題 然後往前邁進 經過了一年的一連串的改變 開了非常多的模具 所以我們就推出了一個新型的救口杯改 直接以口救杯不用吸管 全台進四百間門市 年減百分之十六的塑膠用量 其他餐飲業者紛紛跟進 不過還有更好的辦法 時尚減速還有無包裝商店 無包裝食材包羅萬象 消費者得自備或是向店內購買容器 是不速之客心中的環保淨土 我會先想一下我可能要買東西 像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有先逛過一圈 然後回去再準備容器過來 檢視各國儘速時程 台灣訂出的時間是否太慢 我們做環保一定要看 我們當地的生活習慣 還有我們一般民眾的配合程度 如果你訂了一個目標 那一定要能夠達到 那我們不是只呼一個口號 台灣過去十年淨灘 寶特瓶 塑膠吸管 免洗餐具 手搖杯和塑膠袋 是海灘垃圾前五名 這些都能從個人開始 讓小小的減速行動 慢慢累積出大大的改變與能量 公視新聞 鄭淑文 許忠喜 台北採訪報導